三国演义第104回,允大兴和丞相归天,剑木像,魏都督丧胆,书家上会,魏严扑灭诸葛亮,扬星煮灯,将为大怒,就要拔剑杀了这伙,诸葛亮则阻止他,这都是我的命啊,并非他文长之过,说完口名,吐血漱口,挂到床上, 他好言安慰了魏严,并让他回到本寨把手,支开了魏严,孔明就对姜维说,天意如此,我大喜将死,我平生所学,已著述二十四篇,还有那连弩之法,书家别都传给你吧 将为止都哭着接受,魏严接着又嘱咐,书中的几条道路,唯有那阴平一路,你务必小心在意 随即他换来马弹入仗,授以匿地,再换杨尼入仗,给了他一个锦囊,并说,我死,魏严必反 等他反汗的时候,你与他对阵,打开锦囊,便能有解决魏严的方法 孔明调度完毕,当晚便昏迷过去 那边刘善,听说孔明病重,联盟派尚书礼服前去探视 孔明此时勉强醒来,对礼服嘱咐 我命不久已,你回复陛下,务必能重用我重用的人,这战事志望将为即可啊 说吧,他挣扎起身,又开始嘱咐退军事宜 他对杨尼说,我死之后,你不可发僧,只可坐一大勘,让我的尸身坐在里面 在我的嘴里放入七厘米,脚下放您等一盏 这样可以保证我降息不准,阴魂不散 若他司马懿来追,就将我先前雕刻的木像放在车上 推出去让那司马懿看呢 他必然轻疑,不敢再追你们了 事业诸葛亮再度昏迷,却见礼服匆匆忙忙又赶了回来 见到孔明昏迷,大哭不止 哎呀,我忘记问一件大事啊 丞相,丞相你赶紧醒过来呀 片刻孔明睁开眼睛,对礼服说 我,我知道你的来意 我死之后,继任者可以是蒋婉 礼服又问,那蒋婉之后呢 废医,那废医之后呢 孔明没有再回答 众人凑近关事 孔明已然去了 十年秋八月二十三日 诸葛亮中年五十四岁 当晚愁云惨淡,月色无光 司马懿夜观天门 见孔明的将星坠于蜀军营中富有升起 司马懿大喜 哎呀,这诸葛亮终于挂了 随即他传令大军追击 然而他转念一想 他将将星落下,又升了起来 会不会其中有炸呀 于是他又传令大军按兵不动 只派夏侯霸带上几十个人 前去探体密乱 且不说夏侯霸一路飞奔 但说回蜀军 诸葛亮子了 魏妍就觉得自己终于有出头之日 他就问费一 现在谁代理丞相大事啊 费一的回答 是杨仪代理将为断后 魏妍就怒了 这两个人算个屁啊 丞相死了 不还有我吗 且看我统领大军 踏皮与司马懿 费一则顺着说 对对对 我这就回去 让乃杨仪把兵权都交给您 说着费一就赶紧回来 见到杨仪 杨仪则说 哼 丞相生前早就料到 这魏妍会反 已经预备下了锦囊给我 咱们不怕 那边魏妍 见费一一去不回 更加恼怒 正瞧此时马代说 哎呀 我也看不惯那个杨仪 干脆咱俩来一起做点大事 非言大喜过望 立刻正被军马 向南而弃 却说下后霸侦查了一番 发现五丈园敌人都跑没影了 司马懿跺脚叹气 哎呀 又被骗了 这个诸葛亮是真死了呀 咱们快点追 当司马懿追了上去 却见树军飘出一面大旗 上树 汉丞相 五湘侯 诸葛亮 众军数十人 推出一辆四轮小车 诸葛亮 蹲坐骑上 与上官间如平常一般 司马懿 大惊失色 转身就跑 将为追在后面 大杀一阵 顺利 退军 而回 卢冠仲还好没给孔明 安插一个什么神仙的身份 还是让他作为一个人 有属于人类的生要病死 这是我最欣慰的一点 因为如果太过于神话孔明 反而会抹杀他 作为一名军事家 政治家 为蜀国所做的贡献 从刘备托孤开始 诸葛亮东奔西走 七秦梦祸 平定南方 六出奇山 北伐曹贵 可以说 诸葛亮剩下的这段生命 都在为兴富汉士 还于旧都而努力着 即使三国中 最让我感动的君臣 一对是曹操郭家 一对便是刘备 孔明 这两对都是君善佑 臣之恩 是为知己折死 乱世之中 能有一人懂你 信你 把自己的事业交给你 这辈子就算鞠躬尽瘁 也死而无憾了 但如今 孔明身死 未言反叛 接下来 术国又会发生些什么呢 咱们下回分解 舔之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